本周在感情方面真的是很棒哦 直播在这个过程中 不要视宠而骄 太挑剔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白鱼 我们来看一下 10月12号到18号 这一周的形象如何呢 10月14号到11月4号 这段时间呢 我们来到了 水星逆行的时间 大家是不是既害怕 又不相期待 这段时间呢 再加上水星和天王星 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对分享 这在我们的沟通啊 或者是出行 还有合约的洽谈上面 可能会造成有一点沟通不良啊 或者是大家有一点情绪的急躁 或者说很多条件 可能我们没有想好 就跟对方开始沟通了 结果造成沟通无效的状况 这一阵子大家要特别注意哦 还有人际关系方面 如果大家前面有什么夙愿的 有什么心里面压抑的部分 这一阵子可能也按耐不住了 多接触一些身心灵 或者疗愈的事情 或者跟朋友去多做一些娱乐的事 可以帮助你输压 10月11号开始呢 会有三个T-square的星象产生 这个星象呢 意味着破坏性是非常大的 一触即发 再加上火箱能量 这段时间也是很强的 大家很容易反骨叛逆 压抑的事情 也不再想要压抑下去了 不能做的事情偏偏很想要做 沙头或者是关瓦斯啊 这些生活上的小疏漏 可能会造成一些让人不舒服 甚至是令人遗憾的事件 这部分呢 大家就要提前准备小心防范咯 我们来看本周最幸运的星座 前三名 第三名巨蟹座 巨蟹座在平常生活工作上 会有一些小的投资 这些投资呢 终于可以看到时机 有所回报了 所以该收的 赶快把钱收回来吧 第二名射手座 本周射手座要抓住你很好的工作运 因为这一周你处事圆滑 工作效率非常高哦 只要你能抓住重点 很多事情别人做不来的 你可以快速的推进 第一名金牛座 金牛座本周呢 适合接受挑战哦 虽然你觉得自己没有自信 很多事情好像做不好 但是呢 会有贵人看到你的 朴实无华背后 心态朴玉 可以精雕细琢哦 照着机会 你就可以发光发热咯 本周需要注意的星座 天平座 本周在工作上面要注意咯 你的目标可能很锁定 但是呢 你的想法有一点太固执 所以成果好像出不来哦 如果在过程中 还不小心发生一些争执 人际关系也会破坏 这一点你要小心经营为上 狮子座在本周呢 在同学聚会 或者是其他的聚会场合上 可能会遇到不错的对象哦 所以在感情方面 你要放下身段 才能把握好的良缘 摩羯座呢 你可以发挥你耐心的这个专场 多观察 多了解 多换位思考 为什么呢 本周可能你跟主管或者长辈之间 有一些小摩擦 只要你做到了你原本擅长做的这些耐心的部分 我相信你会在这一周发展的很好 牡羊座本周在感情方面呢 知道自己要什么 尤其是价值观相同的人呢 对你来说比较有吸引力 也是比较适合你的哦 水瓶座呢 本周在吃饭三餐 或者是睡觉的时间上呢 要多固定一下啦 不要让自己忙的时候就三头六臂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导致你的内分泌失调 或者是肠胃很不舒服 所以记得要多保养自己的身体哦 双子座呢 本周在感情方面真的是很棒哦 对方把他的时间 很多精力都放在你身上 以你为主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不要疏从而交 太挑剔了 多给他一些回应 并且感恩他哦 双鱼座本周的合作运很强哦 在工作方面 可能你的合作开始要进行了 只不过中间会有一些小小的卡关 这些卡关表面上看起来真的是很烦人 但其实对你来说是好处 你可以加强检视 你可以做的更好的部分 帮助你把握机会哦 天蝎座在本周金钱的部分呢 要多注意规划了 该花的钱如果没有花呢 可能对你的形象口碑 甚至是人脉都会有所影响 所以你在财务规划上 有一些交际应酬 或者是不得不花的 跟形象有关的部分 要先留下来为自己做准备 处女座本周的不要把自己逼太紧了 把schedule都塞得满满的 或者说跟人的互动 行程也是非常的满 这方面会给你带来精神上的很大压力 让你在肠胃的部分 或者是气管的部分 有点承受不住 健康嘛还是要多注意 这样才能帮助你在工作上加分哦 达人传授美丽秘迹 都在女人我最大爱 拥有最强神级团队 让你成为时尚焦点 达人指点美丽多一点 女人我最大爱 快来跳载